所以其實我今天看了很多分析 當然現在分成兩派 有人覺得呢 以這個模式來看 中山區吳亦農還拿下了比較獲勝的票數 這代表著他有資格再出來戰2024 但是當然也有另一派說法 覺得說吳亦農這等於是 輸就是輸 連兩敗 2024他還要出來嗎 吳亦農的政治生涯是否到此結束 當然在這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先看一下 像是民意基金會的董事長游吟隆 他就分析吳 吳亦農為什麼輸 直接了當的說 包括總統至今沒有下召罪己 另外呢 內閣沒有總辭 看不到民進黨反省的態度 但是問題來了 你知道很多人是很健忘的 大家會不會久了久了就忘記了 好 那前立委段英康呢 他是認為啊 我們過去引以為傲的敏銳 這幾年已經沒有了 我們跟人民的感受已經差很遠 再回過頭來 大謙哥你怎麼看呢 這一句對不起 我們要好好檢討 他是在跟全台灣人說 跟選民說 還是在跟綠營的大頭們說呢 對 我想 我接著這個剛才宏廷的話來說 就是在這麼低的投票率的情況之下 其實誰會出來投票 基本盤會投票 那麼所以這個四十幾已經算是相對來說好多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原本預估的可能會更驚險 那麼如果是基本盤會出來投票的時候 就陷入了另外一個問題了 因為他是補選 所以你說只有基本盤出來投票 不意外 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會覺得說 這不是九合一大選了 而且我要出氣 出得氣我已經出完了 所以可能我投或不投意義並不太大 他們意願也不會太高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麼好的天氣又是星期天 然後前一天我記得還在補班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願意出來投票的 真的就是鐵桿的藍 或鐵桿的綠的基本盤 這是民進黨現在唯一能夠倚靠的 就是靠基本盤對決 因為他們認為從這個公投案 他們能夠驚險獲勝的這個經驗當中 他們認為只要打回基本盤 他們也許還有一波的可能 所以如果大家仔細來看這一次的這個得票 他其實不難可以看得出來 這就是一個大概類似基本盤的反應 中間可能增加了一部分紅薇的努力 跟他的服務 跟他的這個經驗 所以你看他在松山的這個優勢 相對來高多了 因為他是松山信義的議員 那中山區對他來說 是一個完全全新的陌生的選區 所以接下來的選舉 如果是2024年 那麼這場選戰 不是以基本盤來決勝負的話 那麼就要看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站在哪裡了 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如果仍然討厭民進黨 教訓民進黨 那麼民進黨在2024年就很難勝選 所以剛才醫生問我說 蘇貞昌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吳吟隆 這個因為吳吟隆的敗選的時候 游吟隆已經檢討他了 游吟隆不是已經講了嗎 內閣沒有種詞 所以才是造成他敗選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外界來說 這樣的檢討並不意外 不只只有游吟隆會做這樣的檢討 我相信很多媒體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政治評論的這些專家都會做同樣的評論 就是民進黨有沒有要改革的意願就看蘇貞昌去還是留 因為關鍵問題是什麼 就是大家希望看到改變 可是現在的改變是什麼 現在的改變只有蔡英文辭黨主席 蔡英文辭黨主席算什麼改變 沒什麼感覺 蔡英文的存在感本來就不高啊 他一向就閃得很遠啊 也不論面對媒體 對然後徐國勇因為健康狀況離職就這樣子而已 那到底還有什麼改變 沒有改變 而且他是說自己的狀況離職 也不是說為什麼負責任而已 所以你看國民黨的敗選 我記得是在2014年那場敗選的時候 我們馬總統辭了黨主席之後 包含內閣也改組 我們我們做了改組 那麼民進黨在2018年的敗選的時候 至少這個民進黨內閣也改組了 所以其實 當然大家希望看到民進黨有一些改變 那麼才有可能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但是現在看起來民進黨也沒什麼改變 這這些人還好端端的坐在那裡 你說陳明通都可以不動如山了 這就代表一個價值觀 你知道其實有很多人 他在不在這個位置上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民進黨的價值觀究竟是什麼 你能夠容許陳明通繼續坐在那裡 就代表你容許論文是抄襲的 你覺得這沒什麼 沒什麼了不起 最好說是以後都不要寫論文了 可是你完全不把一個製造假論文的 這個教授把他的這個政治誠信的問題 拿出來檢討一下 你寧願容忍說因為他是小英的愛將 所以他可以繼續坐在那裡 這種人在整個的民進黨的這些政府官員 太多了 所以包含像蘇貞昌 所以一生你說為什麼蘇貞昌說 對不起我們要好好檢討 因為本來就是他 大家都說為什麼你還沒走 為什麼你還要坐在那裡 為什麼你看起來不像要走這樣子 雖然現在外界很多人都說蘇貞昌走定了 大家不要忘了 上一次2020年蔡英文連任的時候 我就聽過一大堆民進黨人跟我說蘇貞昌走定了 農曆年後蘇貞昌就走 結果農曆年後他有沒有走 他沒有走 他一直活到現在 為什麼沒有走 因為疫情來了 他也沒走 因為疫情來了 所以他就抱著這個位置 就一路抱到現在了 所以不是我烏鴉嘴 我當然也是很希望他走 但問題是誰知道 這個過完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搞不好又是因為什麼樣的一個因緣際會 蘇貞昌又可以抱在這裡不走了 所以目前為止 我覺得蘇貞昌 蘇內閣的表現 已經是被大家看破手腳了 滿意度也奇低無比 那麼但是如果民進黨仍然要讓蘇貞昌恋戰在那裡 我還是回到那句老話 就是身為競爭對手的國民黨 我們也樂觀其成 但是身為臺灣人民的一份子 我還是必須要講句話 就是蘇貞昌再繼續這樣子做下去 絕對不是民進黨之福 更不是臺灣之福 沒錯 那很多人其實慢慢開始很多聲音 就覺得說蘇貞昌不會走了 因為看這個意思 他沒有要走 尤其是朱凱翔分析 他說吳一農輸不多 哇這會讓民進黨處理蘇貞昌內閣的難度提高 好黃耀明說呢 這一次的選舉啊 他可以解讀為基本盤的對決 綠營的支持者這一次投票的動能 的確比較強喔 就是剛才我們兩位來賓喔 宏廷跟大千一直在講的 投票的動能 投票率有沒有出來投票這很重要 吳一農選的不算差 也幾乎取得2022世再佔汪洪威的資格 但尤淑惠就點名喔 蘇貞昌陳明通要小心了 彭廷你怎麼看呢 很多人都說蘇貞昌其實不會走耶 我個人看起來我覺得蘇貞昌為了不走 他做了極大的努力 大家不要忘記兩件事喔 就在九合一選舉之後 其實發生了大概兩個事情 但之前也發生了一點點狀況 蘇貞昌最有可能的兩個繼任者 一個人有人講說是陳建仁 一個有人說是鄭文燦 陳建仁在選前幾天出現了高端 最後他的成果效益分析 被入資的公司 這個data跑出來 我個人認為這不是藍營抓到的 這是綠營自己人扔出來的 就是為了要擋陳建仁的路 然後呢選舉一結束了 鄭文燦發生什麼事 學術輪委員會一開 鄭文燦的學歷突然就不見了 他的論文就拜拜了 然後就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黨主席的位置就換人了 是 所以不管 不只黨主席的位置換人而已 表示什麼 表示隔魁的位置 基本上他也拿不到 說老實話 如果你今天蔡英文告訴我們講說 好 你要把蘇貞昌換掉 從過去所做的這些 疫情的這些部分 這些我們大家都認同 但是如果你換鄭文燦上來 那我們的想法 我相信中天很多觀眾跟我一樣 就是你把我們當什麼 剛剛大仙哥講得很好 每一個人選的決定 都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今天你把蘇貞昌換掉 然後你換一個超論文的人上來 當我們的行政院長 你是在挑戰我們民眾的底線嗎 那然後你陳明通如果也不換 哇 老師學生繼續 對 怎麼換都是自己人 對 那你告訴我 這有比較好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確實也遇到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這個狀況有可能是蘇貞昌 為了維繫他的位置 丟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看起來有可能的人選 大概就這三位 那如果你是蔡英文 觀眾朋友自己也可以思考看看 一個超論文 一個搞高端 然後一個內政私政不好 這三個人你要選哪一個 好難選 對 真的很難選 因為好像換了一個 沒別人了嗎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講真的 如果蔡英文真的換蘇貞昌 然後又換的是另外兩位 我也想問民進黨 你們是真的沒別人嗎 就我寧可你的能力差一點 但是你在道德選擇上面 你至少挑一個道德比較相對沒有瑕疵的 那這個才代表了這個 你真的認真想要把國家 往對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挑了這幾位 我講真的 你從頭到尾就在想你的政治權盟 跟在想你民進黨之內的 組織架構的問題而已 因為你看賴清德 其實他最近講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話 賴清德一方面跟大家講說 他這輩子完全沒有辦法接受貪腐 我現在就等著看14號 他去台南的時候 他怎麼處理會選擇 面對黑金問題 然後過去2022年 我已經講過了 民進黨有多少不了了之的案子 你看什麼88槍 新竹棒球場 最近也是因為高宏案的這個狀況 88會館 檢察官重放人家洗錢 這些部分 然後大家還記不記得高登環球 還記不記得富樂快篩 這些案子有哪一個案子查到底了 你民進黨真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嗎 完全看不出來 你陳菊是一個市任的監察院院長嗎 2022年完全沒有陳菊 他的角色一點都不見了 陳菊去哪裡了 那這些問題民進黨都沒有要處理 賴清德也支口不提 可是賴清德最近下鄉 他講什麼 他其實並沒有講檢討的事情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們不要以為現任的立法委員 我區域的我就會繼續提名 你也不要以為不分區 你們表現的好不好 我就會繼續提名 他其實某種程度是在跟大家講什麼 你不支持我 我就不會提名你 所以賴清德根本沒有在檢討 他只是在講怎麼樣鞏固他的黨權 那他為什麼要鞏固他的黨權 因為四年前大家不要忘記 他就是跟蔡英文在競選 所謂的總統大位的時候 他就是輸在黨權 所以賴清德現在也是一心一意的 在想總統的位置而已 有誰在想檢討的事情 所以確實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 你民進黨最好繼續不要再檢討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對國民黨來講 我們會相對好選一點 可是坦白講中華民國還真 還經得起幾次這樣的折騰 如果這麼多的弊案都沒有辦法撥亂反正 這麼多的弊案都沒有辦法查個水落石出 坦白講我們就算最後2024好不容易選上了 我們根本就是接到一個被火燒過的血洋城 對不對 這個國家已經 怎麼都沒有 對 已經百废待舉了 那再讓民進黨繼續這樣下去 我真的覺得一定要有監督制衡的力量 所以我們也期待洪威 真的進來立法院以後 他真的能夠為我們接下來有可能重返執政 先守住這個國家基本的底線